可就是这样一个酒帘女 把富家公子大强迷得晕头转向 哪怕他直言自己是个酒帘女 大强也依旧没被吓跑 甚至去找了小美的父亲 大强听完沉默了 而小美也绝望地看着她 小美听完准备离开 老张说就算她后悔了 自己也能理解她 而大强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老张说小美是酒帘里的台柱子 而家里的债也要靠她还 所以她绝对不可能让大强带走小美 但大强却坚持要帮小美脱离你找 老张见此同意了这门亲事 原来她刚刚说的话 都是在试探大强 如今看到了大强的真心 她自然不会再阻止两人 她拒绝了大强的钱财 只求她好好对待小美 待小美远远离开这里 再也不要回来 在外面偷听到一切的小美 决定留下来替付还债 无论大强怎么劝说 小美都没有改变主意 老张痛恨自己没本事 让三个女儿都得不到幸福 而每次只要有客人来 就乖巧躲进柜子里的小孙子 因为在柜子里待得太久导致缺氧 发现食人已经没救了 在小孙子的葬礼上 老张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 她决定换种方式谋生 于是她劝二美接受阿明 当阿明照常来找二美时 却被瘦高个堵在巷子里 原来自从上次她被揍了后 就一直怀恨在心 在一群人的围殴下 阿明就这样丢了小孽 随后瘦高个来到九莲 点名要二美上中 但二美哪里愿意受辱 直接就拒绝了 眼看瘦高个要来硬的 姑娘们纷纷拿起武器 瘦高个见词只能离开 走出门口后 她对手下使了个眼色 紧接着二美就被掳走了 随后九莲里烧起了一场大火 姑娘们瞬间四处逃窜 但大门却被铁链锁死 二美被绑在房间里不能出声 小美也烂醉如泥地坐在床上 大美则抱着怀里的布娃娃不愿离开 故事的最后 只有老张一个人 抱着二美的孩子 亮腔地走在大街上 影片也到此结束